嗨,你好,我是逸婷 这是我的古琴笔记 明指入弦 叫做大 明指向内弹入 那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是假肉相间 弹弦之后 指腹会自然的靠在下一条弦上 那这里要特别注意 无音指不要僵指 你看我侧面的这个地方 我不是整个无音指打直的 那 在书上其实没有特别提到它一定要 正峰 那又因为无音指是比较属于外侧的这个 这个指头 所以自然而然 在弹的时候比较多会是有一点点侧峰的 而且如果它是跟条这个指法相应的时候 打通常要用 侧峰入弦其实会更顺畅 像是这样子 用侧峰会比较快 会比你用正面跳过去还要来得快 所以通常 如果跟条相应 打通常侧峰入弦会更顺畅 中文字幕直接说 在宋代择权和尚节奏执法中 他也提到打 此多是与条相应 这个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看到很多比较古老的琴谱 像是神奇秘谱 他里面的执法结构就蛮多条跟打相应 跟现在比较少用打的现代琴谱来说 会真的比较多 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 的确他常常跟条去做配合 另外明代的太阴西生也提到 以明指甲肉相间入贤得生 所以他一样是会需要指甲 过指腹跟指甲 甲肉相应 清代的琴学炼耀讲到 但明指下贤 与指移植 此专用在一二贤散生 他这个说与指移植 我觉得指的是其他的手指 应该要放松打开 不能整个缩起来 不能整个缩起来 他的指应该不会叫做全部打直 全部打直自然会比较僵硬 他是放松打开的这样的直 那他也提到专用在一二弦散生 可能在那个时候 比较常设计是前面的弦用打 因为尤其是跟条相应的时候 自然而然方向的方便性 就会变成打 多用在前面的几根弦 清代的琴学初经也讲到 打是多用在一二三弦间 或因弹弦离远 或下更有勾法 曲变而又不重复 所以在执法的设计上 其实也是有其道理的 要顾及守顺 要顾及守顺 最后 民国的童心格执法西维讲到 名指柔弱难间 故须百炼成钢 方得金石之音 金谱存以勾带 盖必难就一眼 指的是 无名指通常是我们 比较没有力气的手指 所以要弹得好 让他的声音 比较坚实一点 必须你的指 手指要有力 所以百炼成钢 方得金石之音 那金谱都用勾取代 他认为 现在的谱越来越少 打这个指法 其实是必难就义 因为打 其实要弹得好比较难 斋是无名指向外出弦 那他的道理也跟打 全部一模一样 手要放松打开 无名指会自然弯曲 不能准个僵直 用你的甲背 去着弦 然后往斜上方 大概四十五度的地方 就是触山 他从几十四度的地方 都在一旧 一旦 五十五度的地方 来 começou 在清代灰炎密旨提到 摘是纯假音 单用在第七弦上 在磨条繁杂不顺之处 借一摘 使磨条不犯重 所以摘也是多用于后半部的这几根琴弦 在民国同心革止法西维也讲到 法以明止趋其终结 兼其末结 甲背着弦向外摘出 趋其终结 兼其末结 甲背着弦向外摘出 然后他后面还写到 亦以根结运送 取其因活 古所谓摘必灵力事也 我的理解是 摘就算他在弹出去的时候 也必须是用根结他的底部 其实就是前面有提到他的 支点应该是比较往后的这个地方 整只手指这样子出弦的 那他说摘必灵力事也 其实T我也觉得也是一样 比较活泼一点 往上走 往斜上方走的 这样的一个指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